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情阳心 因为至今为止都有遇到客人或网友问说 我三方有情阳 怎么办 那这情阳是什么 一般认作为煞心 那我们要解读一下煞心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 我们会认为它是不好的 今天我们就要讲清楚它是不好的吗 这个名词已经从古时候到现在为止 沿用至今 我们不能贬义古人 但实际上你不要把它想成不好的 这是错误的大错特错啦 你不能这样想成不好的 你要把它想成是一个特性 特性是什么意思 它是一种元素 一个形容词 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这样就好了 不要去过度解读它的吉或凶 先不要做这个吉凶的判断 你要做的是了解特性就好 你既然了解特性 那用这个特性的逻辑去思考 它会产生什么效果 在哪一宫会产生什么效果 我们再用另一种方式去解读 第一 难道自古以来 所有的名人 英雄 皆无杀心吗 自古以来的名人 英雄都没有杀心吗 这个很简单 你求证不了古人的命盘 那你可以看看 现在的这个 正商 富豪 名人 伟人 成功人士等等 难道一颗杀心就没有吗 第二个思维是 若无任何杀心 所以你就会成功 跟成功是等于的吗 你觉得斗书有这么简单吗 不是吧 所以我们回归了解特性就好 只要了解特性就好 那有人说 我这个谁谁谁有青羊啊 所以他怎么样 这个不急啊 不急 那你告诉我是什么不急 是什么凶 好我们举例 我们来解读 在命 在观 在财 他的意思就知道了 他会怎么样 不要把这个 命理的这个思维停留在 远古时期 真的是远古 原来古时候的时期 或很远的古代时期 既然有些资讯 不是适用于现代 我不能论对错 因为是也许 古时候确实如此吧 但是我没有任何一个 客人或案例 任何一个案例 写的跟这个传统书上是一模一样的 带煞星怎么样怎么样凶狠什么样的 有这个事情吗 那为什么古时候人要这么写 我们真的是不得而知 我也感到很困惑也很奇怪 那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 用数据来说话 来看 那煞星灾命会怎么样呢 就是秦阳灾命 我们先讲秦阳 灾命会怎么样 那秦阳是什么乐星 他属刀 那刀放在命 有人会说会有刀官跟刀商 有时候小时候真的有 但是真的组成原因是什么 他有没有灾恶 那你说哪一个小朋友他完全都没有受伤的 但是会怕大伤害 对不对 会有疤痕 对不对 这个有可能 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跟秦阳没有关系 也有那种小朋友跌跌撞撞的 然后头上留疤的 有啊 身边的亲戚就有啊 一颗秦阳都没有啊 秦阳又不在他那边 结果留疤 那我自己也有这边下巴留疤 那跟秦阳有关吗 没有关系啊 那我们要计算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啊 就是因为秦阳在命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 这个人有疤 其实并没有那么绝对 我没有发现其绝对的正相关 我不能说有秦阳的人不会留疤 几率是有的 但是没秦阳的人也一样 那到底是不是跟秦阳有关 我发现好像还好 我们只能说他的性格 因为我讲特性嘛 性格如刀 那性格要怎么表现出来 有嘴说出来就知道 他的行为说出来就知道了 他也有比较急的现象哦 也是有急的现象哦 但他可能不是最急的 那谈另一颗 煞心火心才行 这个属刀哦 刀子嘴的刀 这种刀 那所以刀子嘴会怎么样 你要思考刀子会怎么样 对谁刀子嘴 他基本性格是这样 除非有其他的因素造成他会收敛这个特性 不然他就有主刀 但因为我们大家社会化了 现代人哦 我们要讲求这个人际关系嘛 我们会收敛一点嘛 跟在社会上打滚了几年之后说 不可以这样乱讲话 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刀 随意显露出来 可是对家人来说 他一定看得到他这一面 家人不必修饰嘛 我干嘛修饰呢 就会看到这个情阳这一面啊 那你说好还是不好 先别判断吉凶 你就讲这特性会如何 那你就明白了 那以后你说我要找一个配偶 这个情阳在命的 好还不好呢 这个你应该就知道了 我不能说绝对好或不好 因为如果他今天 情阳在武功 阳在这里 我们见过那个销售第一名的 情阳在武 在这个书上 有提到说 叫马头带剑 因为这个武是妈 是好事啊 销售第一名啊 可是 这个是指说他的作战能力很强 作战嘛 做销售这个 是一个五值的现象 那军警可不可以 是可以 那你要不要当军警 当然还有其他条件 因为你要舍弃了一些 你的收入的可能性 等于说类似公务员的性质 好情阳在武 命在武功 加情阳 对销售来说是好事啊 那你这个是不是急 你不能一路以凶论啊 那你就变狭隘了 要以特性论 那是不是要选择一个配偶有情阳的 这你得自己考虑 你能不能适应他的这个性格 毕竟他就是这样的人 这样特性的人 即便他没有情阳 好了 三方皆无煞心好了 难道他不能用事话来看 他性格有问题吗 说脾气不好 有没有可能 有啊 搞不好焦虑啊 忧郁啊 也有可能啊 性质疾啊 动不动发怒啊 或反反复复啊 或暴怒也有可能啊 不能那么简单来判断 好 那如果情阳在命是这样 情阳在关路呢 那我刚刚说了嘛 情阳在关路 常常就有人问我吗 会不会怎么样 会招小人 哦 小人哦 所以说情阳是小人 那我问你 这小人怎么产生的 就是因为你的运很差 很带晒 所以会招小人吗 有人就是看到你 这个哎呀 这个脸就很讨厌 我就要陷害你 不是 基本上大多都有自己的性格 而造成的 只是大家自己察觉不了 因为那是你的世界观 从小到大就这样子 从出生前可能你自己决定好了 不知道 所以你情阳在那边是不是有时候讲话比较直 那讲话还直会不会伤到人 会 那伤到人人家会不会 事迹报复或者是心生怨恨跟嫉妒 会 他可能会这样子 我说 除非有其他的事话影响他 让他减缓 收敛 不然这情阳是应该会发出来的 那在情阳在官路 我就见过很多大老板啊 他是组开创啊 我不是讲军警啊 我讲是商业人物 常常见啊 那很多人还是问我说 我情阳在官路会有小人 我说 你那么位高权重了 为什么你会谈这个问题 或是怎样不急 我问你 哪一个成功的人 没有需要克服困难的 哪一个成功的人在公司里面位居高位的 那个位置没人跟你争的 那为什么不能有一点 这种竞争的这个对手 你说小人也好 竞争对手都好 毕竟这支舞开创啊 情阳在官是这样子啊 那一定要在武功吗 不绝对 不一定 所以这不是坏事啊 但是放在六亲公位 以后我们下次再讲 那可能就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知道张爱命 你有这个性格嘛 那你如果放在六亲公位的时候 那对方是不是这个性格 好 再来 那情阳在财博 好还不好 哇糟糕我的财卑行客掉 我跟钱无缘啊 因为情阳是刀嘛 刀它也可能会有比较因缘薄弱的意思嘛 哦是吗 哦这么讲好了 你砍单的速度很快 不用花太久时间 它其实是这样解读的 很多销售 它其实是 财博有情阳耶 那你说花钱有没有快的现象 嗯 也有比较容易这种现象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 跟财富 你一生的财富的高低 有其绝对正相关的一个行要不是这样子 我要散财我不用放秦阳啊 我让他自冲就掉就可以了 或冲财也可以 不需要放秦阳 秦阳都不是这个意思 并不会减损你的财富 所以大家都有秦阳 那你先讨厌他 所以说让他放在别的位置 不要好了 请问这十二宫哪里 你放秦阳是 可以说完全对我人生没影响 不可能 他就只是个特性 不要先用好坏来论 那你看这刀 如果放在夫妻宫位会怎么样 那这时候 我们认定的这个婚姻 需要和和气气的和谐 不要说这样吵架 对不对 可是放在夫妻宫 这有可能我跟配偶的对待关系是 讲话比较直 会刺中人家 是我对他嘛 对其他不一定会 是我对他嘛 那对方的个性也会这样子嘛 那以后我们再探讨 为什么对方个性会变这样子 为什么你会找到这样的人 这就很奇怪了 那这时候我们会认定 哎这样婚姻那么不好 不急 好但问题来了 你真情仰 刀放夫妻 情仰可以说是仰刃的意思 他如刀一样 那我问你 难道夫妻宫皆无煞情 就没事吗 夫妻宫 哇我们来加个那个右臂好了 或左辅好了 人家说这个叫第三者 到底左辅是第三者还是右臂第三者 这不一定哦 男女不一定 那一样不是会有事情吗 那你放情仰好 还是放这个左辅右臂好 都不要 都不要也可以有其他方式 造成你们婚姻有问题 看事实话也得知道 所以他只是个特性 这叫感情快刀斩乱吗 或者是来得快去得快 代表离婚吗 你还不能用这种词来论哦 但是对婚姻总和一来说 假设我们定义的婚姻就是和和气气和谐 长长久久 那放情仰在这边 那当然是比较不好 可是对于一些欠债 我要还感情债的 然后拖拖拉拉数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来说 情仰在夫 那我们当断则断嘛 不断则乱 该去说 拜拜就拜拜 是不是变好事 所以他还是个特性 不然我们见过很多 纠缠二三十年 等小孩大了 大家才说分开 中间痛苦折磨 还要自己去看医生 你看 这样子情仰是不是反而帮助你 可以说拜拜 但是问题也没有情仰了 没有断了 所以这时候是不是好事 所以好坏事相对论 不能真论急凶 但有些事情一定是凶 例如车关 你断根堵骨头 或是这个 开刀了 那是不是一定凶 对身体障碍来说 那一定凶的 可是在人世间的事情 没有绝对的一定的对或错 好以上就是一个 情阳心的一个简单的论 解答这个很多人来问 情阳到底在我三方好不好 我没有看到一定是不好 甚至有些开创的现象 而且开创比别人快 但是在命是足性格 那这样的性格 摆对位置是好的 但用在家人身上 家谈的是爱的地方 对不对 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我是沈宴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